之前比賽的嗎 家裡客廳 獎盃塞滿整個櫥櫃 這還只是一小部分 往旁邊看 正面牆 獎盃當擺飾 來到圍棋選手 許浩宏的家 談起兒子 押韻圍棋 奪得金牌 爸爸好驕傲 爸媽開心 秀出許浩宏小時候照片 說他四歲開始學圍棋 六歲還不識字 就自己翻棋書研讀 十二歲晉升職業騎士 被視為神童 許浩宏二十二歲 拿到職業九段騎士 獨攬八座冠軍 傲視全臺職業騎士 從小夢想 為國爭光 現在實現了 冠軍爭奪賽過程 許浩宏與中國選手 你來我往 比賽開始後 許浩宏黑棋一路取得優勢 不過後來局勢一度翻盤 但許浩宏最後在關子階段 上演逆轉 奪下金牌 不只是本屆亞運收面圍棋金牌 也是台灣史上第一位 關子方面應該是他的強項 許浩宏曾說過自己追求的不只是勝負 更希望能像日本知名漫畫 麒麟王一樣下出神乎奇蹟的一手 許浩宏在亞運無聲戰場中下出一顆顆 驚心動魄的棋 上一新聞綜合報導